但是 許淳寅真的要講清楚 就是說到底現在 你是不是還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看他在開計程會的說法 他應該還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他應該是承認 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那按照這個我們的這個立委 我們這邊有兩位都當過立委 立委要宣誓 宣誓是要怎麼講 於事以至成 要克尊憲法 效忠國家 請問一下 克尊憲法是克尊哪一個國家的憲法 效忠國家是效忠哪一個國家 要請徐春瑩講清楚 你是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 還是效忠中華民國 你是哪一部憲法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 還是中華民國的憲法 這是你當立委的時候要宣誓的 而且當初是先是由柯文哲講說 他徐春瑩如果當不分區立委 去國防外交 如果有爭議 他可以去內政國防 表示柯文哲是把內定成 是不分區委員了 而且按照這個民眾黨 他們是兩年換一次的話 他只要前十六名 如果他們安全名單有八席的話 前十六名都有機會進到 這個立法院去 對 他想要學那個兩年換一次 以前臺連黨曾經做過 對 一個人做兩年 對 所以基本上前十六名都有機會進去 所以柯文哲的說法 應該是由徐春瑩 本來就是內定是他的這個 不分區的名單了 那所以徐春瑩說 對啊 因為當初民眾黨 找他來當什麼新住民委員會的主委 就是要內定成不分區的名單 但是因為後來爭議性太大了 柯文哲你又不敢切割 那只好說這個徐春瑩 自己要去面對爭議 徐春瑩自己要把這個爭議講清楚 那好像要做一個切割 那其實不是 柯文哲 你是民眾黨黨主席 大家都知道說海選是假的 最主要是你個人的意志 要決定說誰排名第一 誰排名第二 如果說徐春瑩 你認為說他是可以代表中配的話 那請說清楚 他到底有沒有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按照國際法規定 這個我們要重置這個公職就是不能具有雙重國籍 李清安就是有雙重國籍 所以才沒有 所以如果具有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話 絕對不能當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這是很清楚的事情 李清安的雙重國籍事件 其實引起很大的一個整個臺灣的震撼 很震撼的 沒錯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看到他的哥哥李清華 也因為涉及助理會貪污的問題 結果落跑到現在沒有回來 通緝到現在還在通緝 還有個新黨的高雄的市議員 因為他具有加拿大的雙重國籍 所以李清安的事情出來以後 他一丟跑到加拿大去 再也不回來 為什麼會怕被起訴 我舉幾個例子讓大家來了解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在這裡來講 我們看到了整個徐春英 跟民眾黨的這個關係 還有不分區 現在各個政黨開始都要提名出來 為什麼 因為十一月二十號就是登記那一天的開始 所以一般來講 應該是十一月初 就應該名單來開始公佈 讓大家來討論 因為不分區立委 是我們要投票的公眾人物 他是立委 當然要讓我們來檢驗 這很正常 不過在檢驗之餘 大家看到藍白河似乎問題一堆 這個時候奈清德 他也開始出來又開工了 所謂開工就是攻擊的工 開始 所以大家要看看奈清德 他講些什麼 看看相關報導 來到新竹縣盡總權利 請大批支持群眾 高喊通算 賴清德也活力全開 把應該保密的國防資料 涉嫌外洩出去 在立法院國防委員會 每個委員都應該要簽署保密協定 但這位國民黨的馬立委 卻悍然拒絕 左批馬文軍 右打民眾黨 將忠配石春英 列入不分區 民眾黨的不分區立委 等到外界抨擊聲不斷時 柯文哲主席說 看他自己變不變得過去 意思是說如果變得過去 難不成就這樣繼續變下去嗎 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前高雄市長 韓國瑜 藍軍 大集結 一起現身 南投縣總統暨立委 聯合總部成立大會 全場焦點聚焦 陷入疑似泄密案風波的 立委馬文軍 我們再來看相關的這些媒體 大標題讓大家來了解 韓國瑜南投挺侯友宜 他說馬文軍背全臺最大的黑鍋 金句又出來了 他說我從廚房要帶一個鍋 送給他 叫做全臺灣背黑鍋 最大的立法委員 不過很多網友就問了 請問這個鍋是誰給他背的 沒有錯 也許你說你背最大黑鍋 請問這個背是你自己背上去了 馬文軍 你有沒有在密議會議裡面抄東西 有沒有在密議會議裡面打電話 你有沒有提供資料給韓國 都是你自己背上去的 怪誰呢 網友就問 還有真的是黑鍋嗎 好像也不是吧 你是把臺灣放進這個鍋裡面 快要炸鍋了 所以大家在問的時候 看自己曾經被打成最大的賣國賊 韓國瑜南投開罵 這個王立強這蜘蛛八戒 他就罵王立強 因為在澳洲 他爆出相關的一些爆料 再來讓馬文軍變成超級馬力 韓國瑜力挺 國防委員會是陽春面 真的嗎 韓國瑜直言 哪有千軍萬馬打一個弱女子 他也曾在國防委員會當過三屆立委 怎麼會不知道區域立委能影響的層面 就只是監督國防外交退服 這就是陽春面 我跟你講韓國瑜要講錯話 這句話是講錯的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國防委員會沒有外交 那時候國防委員跟外交委員是分開的 是現在單一選去兩票制以後 我們立委減半 所以國防外交才合成一個委員會 誤我啦 我是內行的 因為兩邊我都當過立委 所以我讓大家瞭解 所以韓國瑜就要講錯了 那時候國安委員會對不起沒有管到外交 外交部跟僑委會合起來 是屬於外交委員會的範疇 跟國安委員會是分開的 馬英九轟民進黨說很桃花 立委不滿秀數據反駁 其實反嗆桃花 國民黨不遑多讓 要講可以列出一大堆一大堆 但是讓大家看 二零二四年選戰將進 選戰將進 前總統馬英九著批民進黨執政 缺氮缺電 他身為做過市長和總統的人 認為要做得這麼爛也不容易 對此民進黨立委林楚音 五日秀數據 質疑馬英九卸任時是臺灣最缺電的時候 任內更是讓臺灣再留子孫的元凶 難道馬英九是在湊自己執政嗎 中央債務真多少多少 大家來看 陳水北真一八六五 平均每年競爭 馬英九競爭二一六八 蔡英文六百零七 真最少 可是蔡英文因為他經濟狀況最好 因為他的執政最有效率 所以呢稅收增加 所以因為稅收增加 我們整個國家的錢又增加 所以我們的分母增加 所以雖然債務下來以後 我們的總負債率是減少的 這樣大家聽得懂嗎 本來你勸一百萬 你的收入如果是一千萬 那你就是負債十分之一 可是我們現在收入是兩千萬 我們就剩五趴 剩下五趴而已 這樣懂嗎 所以馬英九在任的時候 我們全國的GDP是多少 大家知不知道 我告訴大家啦 十七兆 全國所有的生產毛 加起來十七兆 你知道現在蔡英文當總統 現在我們全國生產毛 多少錢你知道嗎 二十三兆 所以從這裡來講 差太多了吧 妹妹 所以到底是什麼人做得爛呢 怎麼看呢 那當然是馬英九做得爛 請問一下 我們民選總統以來 有誰創過九點二趴支持度 那個人叫做馬英九 馬英九連任的時候 唯一的政績呢 我記得就是兩個 一個就是我也會賣米酒 這個 第二個我會賣鳳梨酥 沒了 然後他執政的時候 不要說各位 我們現在股票多少點 一萬六七千點吧 對差不多 五六七 一萬五百 一萬六 五千 六千 七千在這裡 對對對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跌破八千點過 馬英九執政的時候是二十二K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單單基本工資是多少 你告訴我 馬英九講的六三三 誰幫他實現 蔡英文 謝謝 you 喜歡兩聲 請問一下 不客氣 請問一下